为什么要恭敬恭扬呢 因为他行事上十三宝地子 我们就应当恭敬恭扬 不跟他学就是儒家所讲的 敬而远之 远不是躲着他远远的 不是的 不跟他学习 你看这个心多厚道 纵然知道这是摩子摩孙 妖魔鬼怪 装扮这个佛菩萨 装扮出家人 来欺骗众生 我们心里面依旧是平等 依旧是亲近 真诚慈悲心来带他 这叫修佛 普贤菩萨 摄愿第一愿 离尽祝福 并没有把这些人提外 没有 平等的恭敬 平等的恭敬 不同的话 就是不向他学习 我们要这样的一言 以佛的教育 为什么他做出坏事 甚至于 帮佛 帮发 帮身 消灭佛法 我们为什么还要对他供信 还要对他供养 因为他有佛性 既有佛性 将来一定做佛 他是未来佛 现在糊涂 现在糊涂 现在糊涂